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好打的线 他在最后的Counterweight里面选到了一个并不好打线的英雄 其实在上路的话 还是觉得狼行这里更好打一线 而且我觉得这把是不是 OC丢斗他没有地方去啊 但是暴女这把感觉没有地方可以很好让他去跑 这把 不过他们也不急 因为他们是一个中期发力的这种 只要暴女先就把野区守好了 这是一个双poke嘛 然后中路发条手也比较长 你勉强算个0.5的poke 试想一下36分钟什么概念 我们放到比赛里面一会儿看一看 大和气了 现在到张老师峡谷了 是的 蓝色方是我们的老干爹 然后红色方是云波西文 目前的比分情况是云波西文这边已经输掉两场 这一场其实算是他们的一个生死之战 因为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他们的气势影响也是很大的 但我们还是希望老干爹能够获得胜利 老干爹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也是 遗憾地输给了PSG PSG昨天确实打得好啊 对吧 那两场PSG真的太猛了 是的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基石符文 HOTE DEODO这边也是带到了一个黑暗收割 图骑这把应该是想好了自己要干嘛了 对吧 萃取挖矿刀就出来了 然后他的那个副系选择应该是 如果他真的想纯抗牙可能是那个薛之滋味加上终极猎人 或者是他想打伤害可能是恶意重伤加终极猎人 这个靠猜可能有点难 一会儿看一看 一会儿看一看 应该会给的 看那个身上回不回血 是的 暴女这把带黑暗收割啊 很凶 收割 然后服系点个鞋子新鲜东西 还是就实行程度比较高的一个待法 而且这把两边一级都没有选择进野缺 确实这两边打起来一级都不太厉害 暴女比较舒服的一点是因为这一把蓝色方ADG多 所以他只要就是身上带一个护甲 那这个护甲基本上前期就能够带给他一定的碳度 这个皮肤是真的好好看 要来吗 而且当然这个位置是被看到的了 老干爹在下面的草里是有一颗眼位在的 Pinut已经蹲在了这个石头人的地方做防守 看一下Mark一起学到的是什么 这边想要打的 是想要打的 先隐身 但是对手走了 还在拉野怪的一个仇恨值 这一波入侵的想法不明确 他们如果说特别凶的话 其实可以交上单一起过来 而且这个入侵其实是很伤暴女节奏的 那暴女你去入盲森也自己再回来的话 其实浪费了很多的刷页时间 是的 而且下路这一波兵线又是老干爹这边可以先控一下 这个 花生比较稳啊 直接先打石头人 抢到二 消耗一趟 双方打也都是下半语去骑手的话 其实去到上路暴女这边还蛮伤的 这一波入侵没入完 他去上路这样刷上来 上路大家都知道奥恩前期暴女去抓 是完全没有任何用处的 狼行抢到二了 过来刷个盾奥恩不敢回头 这个奥恩选出来了之后就代表这一局 要抬了抬起来给点火二级的洛 但是确实也打不死 主要是老鼠是一级 对对对 而且主要是 老干爹他们因为 因为暴女要入侵嘛 所以这个双人组上线会比老干爹要来得晚 就导致他们可以有一个优先经验的权 是 其实 为什么洛加上老鼠会登场率这么高 其实这两个组合 不要看他线上感觉好像没那么强 但他功能性很多 有开团有回复对吧 对 就很全面的一个组合 狼四哥这边还是打得很强势的 就感觉这个组合有点像最早的那个垂石加阿菲流斯 通过我辅助的优势 补足AD的短板 是的 再加上路本来是一个就比较少数的那种 我上去能开 而且有一定回复能力的一个 镜头又切回给下路 这一把下路其实对线上面来想 应该不会有太大火花 对的 可能聚焦点应该是在上路 因为上路这个位置 奥恩选出来抗压的话 花生一定不会放过他 是的 而且中路这边蜥洞得很早啊 中路是先拿到线权之后 卡牌直接往上路去靠了 是想要跃塔的 看一下拼塔这个位置 感觉是有点 但这波线已经清掉了 冰线没了 冰线没了 还是要打Q到了 再撞起来狼行再扛 最后给他让环牌Q 拿下 被塔给换掉 这是第四下防御塔了吧 是主要是这是三分半钟的时间 防御塔伤害是很高的 别的不说这波转的 转是转 但是这个阵亡 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影响吧 因为暴女这波可以直接去你的 这个上半区 是 直接就要去回线 中路卡牌其实他前期拿到一些经济的话 是很容易把这个经济当成 辐射给边路 对吧 辐射给边路 这个人头进账还是香香的 主要是他这一波再用TP回到中路之后 其实他冰线是没有亏的 主要我觉得这波 阿西做的也很漂亮嘛 他感觉应该是闻到了那个要月的味道 直接是用风尘延期把所有的冰线清完了 那你三个人过来 我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主要是这一波狼行 扛塔也很漂亮 而且他是没有用闪现的 卡牌摸过来 但是有点太帅了 而且有视野 这个勾没有勾到墙 但是有余震啊 可以溜了 回中路继续对线 卡牌毕竟自己真的认得发力期 还是在6G之后 对 所以6G之前真的有这样一波的话 对他来讲还不错 就看一会儿 芒僧能不能把自己的发育给补回来 嗯 这波感觉谁都赚 除了Pinut 对 因为在下路发现了一波节奏之后 暴女本来是想走的 但是又回来把这个三郎给吃了 不吃 不要不吃 这场前期往来 那个节奏还蛮好的 对的 下路的压制力也会一直持续下去 因为暴女前期 你可以看到Hosea Deldo 其实很难去做事情 上路狼行这边刚刚也说到过 他没有交闪 还有这个闪现在的青钢影 其实之后的Pinut 还是可能去到上路的 对 晒刀日 那个萃取这种东西 我是觉得 你只要对线 感觉也把它摸出来 对 那我就算跟你补刀是持平的 我也是优势的 我也是优势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这把其实在BP上吧 因为我当时应该是没有班 女警加拉克斯这两个人 因为R7其实他们这个阵容 打到现在很需要一条优势线 但他们现在没有 你的下路在被推线 上路其实本来就是抗压线 对吧 卡牌还先动力波 导致他们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节奏点去发动 暴女还行 暴女上漫多的 是 而且这场西叶的思路很明确 你可以看到他中路的线抢得非常漂亮 从三分钟开始就抢拿中路的线权 然后跟着Pinat去坐游走 反正巴条这英雄嘛 我们前面看的时候也就觉得 这英雄前妻 刷线的能力 其实在没有装备的时候 还是没有卡牌那么强 对 主要是你要通过你的那个蓝号去换兵线 不然很尴尬 发条现在有些时候就支援 我能推但是我没蓝 对 就很难受 前妻的普及挺不够 这一场很难受啊 他这样打 打到现在六分钟 找不到任何可以做事情的地方 就看他刷野数量能不能对他来讲一直领先吧 如果能一直领先的话 暴女可能这个阵容挺适合的 撞起来了 狼心有闪有勾索 这不死是不可能死的 是的 一锦呢没有交 想要抓青钢也还是非常难的 中国这边这个W没有能够被命中到 旁边杀斗也是赶了过来做一个援护 杀斗也跟在后面 中国抬到应该也没什么好处 马克老游走了呀 老游走了 对吧 但是对面也懂你 杀斗看马克走了 我也跟着走一走 跟着溜一下 松露发现没有什么机会就直接撤回去了 这是两边辅助的博弈 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就是观众啊 包括解说其实在看的时候都觉得 现在好像入围赛的时候 各个队部之间的实力差就变小了 哎 因为知道你怎么打 我操作上面跟你差不多 对然后我学习嘛 对吧 刚刚也说到就是各省的状元 对吧 都考到清华来了 是大家都不会太差 嗯 对就看就可能有的地方分数线不太不太一样 对 我就会 我觉得你没有那么厉害 这就要放到比赛里面去打了 是 接下来看一下这条火龙 这个视野其实红色方 Rubo7这边想要抢到 目前抢到接下来的几分钟 还是会被老干尼这边给抢回来 一个原因是在于中路系是有限权 而且他有一个大招在 还有一个就是下路现在打起来 雷达这边没有任何办法 去跟老鼠做一个对抗 嗯 接着刷 两边都是再往后面刷一点的 卡牌等一会儿可以起自己的第一波节奏 哎呀 中路有点可惜 刚才那个小兵很给力 直接把那个肚层吃掉了一层 是 这个很细啊 马克也是拍了一下小龙附近的视野 其实双方都很稳 对于老干尼来讲 我中路和下路有优势的情况下 我只要找到一个很稳的机会 再来碰这条小龙 我没有必要跟你在小龙坑发生这种 你可能会拿到人头的团战 对吧 对 我觉得其实刚刚 其实我觉得看 让后最多多它的路线其实是有考虑要碰到动这个火龙 但问题是在于你的 它的下路被领先的等级 老鼠已经倒6 而伊瑞瑞尔其实只有5 那这个龙团是必打不了的 而且你老鼠攻速鞋 伊瑞瑞那边就已经有水滴 对 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 就是R7需要一条打线的优势 哎来了 呃 被泰坦给钩断掉了 是的 一个钩子直接打断 双方打野现在都在河道附近嘛 大家都知道目前场上的重心就是这条小龙 嗯 哦 西叶已经有时光杖了 皮纳的在身后 有一点点想法 但这个下路还是挺难开的 难道难道 对 毕竟对面是个EZ 他们其实是不敢把这个兵线倾过河道的 想先对这条火龙下手啊 暴女的位置在上半区 感觉这条火龙应该是有了的 打野补刀上面的领先 基本没持在20多的 但是刷这条小龙的话 可能会让暴女再多刷一组 呃 不过暴女下半区没了 她应该刷完这个了之后 要从盲增的上半区入手 这个时候就要考验一下 狼行这边能不能给到帮助 嗯 是的 而且接下来这一波下路拿到线权之后 如果Pinat要回到自己的上半医去 肯定会照上Mark一起的 先动 先封 中路的话 八条其实是掌握一点线权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卡牌可以直接飞 狼行要回吗 那 人家是默认要做置换了吧 红稳直接选择做一个中立资源的互换 下路要越了 这个位置不能白来 来了就要有所收获 收获谁 这个EZ踹到了 收下人头 哎 你不要看我现在补刀室被暴女压到很多 但只要我每一次出手 我能够拿小龙 我能够在上路帮助希燕拿到人头 包括这一波绕后 对 我前面还想 他这个时候进暴女的野区 扑个空 可能很难受 但是一看下路 这把EZ杀了 宰掉了这个人头 我来都来了 对吧 总得留点什么 只要Lonid他选择到发条的情况下 他是不可能再打野 没有来帮助这个情况下 单把卡牌锁在线上的 暴女这个位置好像被侦测到了 现在蓝色方在往上半区汇集 卡牌也在往这边走 但卡牌血量其实是被发条压下去了 一标 没命中希燕 但是P大没大招 这一波不一定能杀掉 但黄牌好像那么没用处 挂Q 天忆波接上挂红尘 再拍地板 大招一拉 但是没有被锁掉了 换掉打野互换之后 一张红牌定在了发条阵上 这边狼行过来 勾锁锯给扫一下 大家都坐下来 Q1之后 这次平衡没这样闪现过来 接上二段Q 能够走掉的 嗯 就怕你不上头 是 这个暴女 你既然敢在我的野区待这么久 喜欢刷 那你就得把这个人命交了 是 虽然刚刚出来那张是个红牌 但你看后面狼行已经赶到正面战场 对 我觉得 花生刚刚虽然说正忙了 但是中午的话 西叶这里又收下了一个人头 很香啊 而且两层肚层 就主要现在发条挺难受的 因为你中路这个塔皮 一旦被磨到三层之后 对吧 下一条先锋 虽然说没办法再吃肚层 其实是有机会 直接去撞你的发条一塔的 是的 如果老跟爹能拿到的话 特别对于Rumble7这个 中后期可能单带线上 没有特别明显的 能够有单带线优势的英雄来说 过早的掉掉自己的中路 外卡其实是一个危险很大的事情 是 来回顾一下 你的闪现交得晚吃了 我的黄牌 这就走掉了 是的 我觉得这也没办法 我觉得这张黄牌是要必吃的 因为它那个位置 如果直接闪是闪不过墙的 它必须往前再多走一步 而且发条这里也是稍微装一点点 它要是直接往后走的话 这个人头就交不掉了 没太大事了 感觉第一时间好像都是走得有点不太果断 就狼行动得早呀 狼行很早就来 其实刚刚十一有说到 已经侦查到了暴女的位置的情况下 狼行就已经在往下边去靠了 对的 因为随时要打起来 你中路二打二的话 一旦哪边的上单先到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人多打人 尤其是你是个青钢瘾 这种打少规模的这种架太厉害了 诶 皮纳特和 亨西丢走都是来到了自己的下半野区 但西叶同事也消失在了线上 没有找到卡牌位置的情况下 暴女这边是不敢动先手的 是吧 诶 叫羊了 这波怎么说暴女不在 想压血量吗 我没撞到 那应该没后续了 那没事了 这不撞到可能还有点危险 因为刚刚也没闪嘛 下路 呃 看一下这边老鼠108刀 已经把自己的萃取给挖出来了 是 而且你这个奥恩的羊交了之后 下条龙感觉老干爹有点无所谓 危险 危险 危险花生 这位置 中野已经包过来了 这得快点走 现在这个位置放大招的话 感觉距离是差了一点点 赶紧护眼过差 奥恩来了 这边花生 诶 Q是往奥恩身上Q了一段 这标 有没有W 听话过来减速一下 能走吗 闪了 杀死了 那这个位置是走不掉了 本身是想第一时间把奥恩给踢开的 嗯 蒙森这个英雄就是 他在中期的时候 如果说想要去入侵对面的野区 但是没闪 他是非常容易被抓掉的 很危险 这不 Reno7打得好 而且上路一塔可能也要掉啊 这个先锋一头撞下去应该就没了 哦 现在的话 上路这个塔如果说撞掉了 那对于青昂野后续的一个发育 是有一定影响 是很难受啊这样 而且奥恩这把肥啊 是肚层一吃 他应该吃了满肚层的 哦 后面的那些应该是 会跟那个打野平分嘛 会跟打野平分 哦 但奥恩在 看一下这个位置也有点危险 这一标没有能够命中 赶紧回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嗯 下路双人组已经汇集到了中路 这个位置也是提前准备想打架 哎 如果万一打起来的话 下路双人组也会先到 是 是 看一下上一波的一个replay 展望这波是已经很尽力了 但确实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没有那么快 嗯 这走位其实也够了 但是没办法 你没闪就是走不掉 狼行刚刚也是帮忙减速一下 减速了一下 嗯 这没办法 他自己舒服了呀 现在再往后面发育的话 可能EZ会慢慢追上来 因为EZ在20分钟左右的时间 他的作战能力 会比你那种没有人头的老鼠 可能战斗力会更强一点 要猛一点 要猛 因为老鼠起码得有个破败吧 我觉得 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了 两件吧 两件拖败巨峰吧 哦 其实在中气可以像昨天 Team Liquid Tactical的老鼠那样去打 就是我隐身 然后我让我的队友 哎 对 我藏在一个你没有事业的情况下 然后突然 我上来打一波伤害之后 我好像要死掉 但旁边队友都出来了 哎 抓到发调了 怎么说卡牌开大招 但这边洛也来了 抬到卡牌这边落到下来 呃 第一时间没有给牌发 拉四大招 但是他的上路并不是特别好 派坦想走一钩 勾了一下西野西野 往后车队阳过来 撞起来都没有人可以跟伤害了 一标也没有能够杂中 交了个精神在原地等队友掩护自己 这一波杀的发调就感觉可以动了 我们的还要打吗 再抬奥恩 那这一波感觉R7要撤退了 圣强拉开了 但是这一波是转的 因为把掐条击杀了 老鼠还有大招 感觉这波小龙很有机会了 老干爹 而且中路的冰线也是西野先行送了过去 那易泽瑞尔这边第一时间 要回到自己的塔下 防守一下这个冰线的 所以小龙的视野 这边看一下老干爹要不要抢抢一下 这边发调活了 还是很稳的 或者就是让金刚瘾去补发育 这个时间点我们战术龙 他上去补发育 但R7开始先动了 打得真的很稳 主要是刚狼型的TP 其实是差一点点赚好的 对 如果他TP第一时间赚好的话 感觉老干爹会先来动这条小龙 而且现在小龙其实对于战局的影响 如果你拖不到龙魂的话 打这种大后期 他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现在可以放 尤其是前期那种 一人一条 其实无所谓 影响不是很大的 而且他们是控到了第一条小龙的 而且这把老干爹是有后期资本的 但是这把的龙魂对于两边来说 影响是很大的 很重要 这个真的很重要 水龙魂 而且卡牌下一波是没有金身的 所以要小心一些 世界不来动这个峡谷先锋 欧恩在下没有踢 这波清晶影在的 但是老干爹没有选择去接 这个先锋其实有点拿不了的 因为上路的外塔掉得太早的情况下 你是不可能让卡牌来守这种边线的 中期卡牌一定要放在中路 那这样的话 Kramer也动不了 只能在下路 对 这把花生把重心其实有点往下路去靠了 就导致红色方趁此机会 直接把两个先锋拳给拿了 这两个先锋如果说真的一个撞上塔 一个撞中塔 就取得到一定的效果的话 那其实这个节奏对于R7来说是他们非常想要的 是 但还好是在于说卡牌前期中他血量比较健康 不会被撞掉 如果掉了的话 其实对于整个老干爹的节奏影响会非常大 嗯 上路这个外塔滚的雪球还是太大了呀 因为中期的话其实还蛮看能不能够照上Mark 一起来创造这种小规模团战的机会的 对 但我觉得现在老干爹的思路也清晰 就是我可以接受这种资源上的一点小劣势吧 但是我要保证我的Krama 一定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发育 诶 是的 这个小龙和先锋放掉 诶 上路要打了 打招拉回来拉了两个人在塔下 又是一个二踢脚踢中之后没有死 卡牌再跟一个平A万能牌 没有能够命中暴女在旁边掩护一下 哇 这些伤害是很高啊 我刚刚取舍上面 他是没有选择去强杀发条 如果那张牌甩到发条的脸上的话 应该把发条杀了 但是发条有进化 这个怎么说呢 她是走不掉的 因为她身上是没有闪现在的 暴女来了野区 飙到了西叶 脚闪在这边 环麦电在原地 再补一个平A 暴女来了自己一口点了个赞 就这波手速很快啊 这零了零了的时候一口奶奶回来了 这两天我们看到 尤其是出圣杯的暴女 那奶量太夸张了 一口五百对吧 到后面 对 什么救护车是索拉卡 现在就是暴女 是 这口奶真的太舒服了 其实我蛮同意刚刚崇岳说的那个说法就是 虽然这几分钟 老格尼放掉了很多中立资源 包括说我的一个中态也是被对方拆掉 但 Creamer他的发育是一直没有停止的 对 只要是我的阵容里面选到了老鼠这个英种 我三条线 任何一条线都可以吃亏 但是Creamer这条线是不能吃亏的 接下来的是狼行 要找的是奥利亚纳 陪宁波先命中 盲森过来 踢在墙边上之后 再扫 再扫一个战术 横扫 潘宁波拉到两个人 没勾锁了 这个位置有点难追了 波演上来一发跳 这个也没有能够命中 我觉得这波有点急 这波是真的有点急 哇 盲森已经粘到了 其实他可以慢慢等一下 就是从前面的位置往后拉 那样 发条没有办法同时把两人都拉的 是的 但是也说明这波他操作了 但这个TP差 接下来奥温的TP是快赚好了 看看老鼠什么时候两件吧 毕竟小龙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这把就是接着我前面那个话题说嘛 盲森之所以把很多的东西投资在下路 就是因为为了照顾老鼠 是 这又选出来就是要吃资源的 对的 下塔也拿到了 现在萃取也报了 该给的钱也都给了 而且他也有一定的补刀领先 什么时候两件套 基本上就是老干爹想要打架的时间 对 主要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个好消息 就是在于西叶够肥 西叶是真的够肥 中期是可以撑住这个场子的 秦宫影其实发育的还行 嗯 这位就有点危险 看一下Q技能 哎 Shadow这边是命中了一个强体 嗯 一离一只差 现在场面上其实老干爹还是经济上的优势 但是好像被我们说的 这边想偷 想偷伊瑞瑞尔了 直接开大招 卡牌落在了伊瑞瑞尔的时候 逼出了闪现 闪现再跟黄牌 爆掉 最后一个毒性爆发 拿到了这颗人头 开张了呀 可以吗 同时也是收到了自己的第一颗人头 嗯 好 妹子刚才说的那个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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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打仿啊 发条空大 眼神偷你 还是想要在塔下找一些机会 这是个去磨中一塔的好机会啊 发条没有冲击波了 对发条没有冲击波的时候 怂一半的 这个世界 而且狼行这个位置好像是没有被红森风的世界给发现到的 但从他从兵线上消失的举动 可以猜到狼行是在旁边的 是狼行这波必须要往下面去靠啊 龙马上就刷了 这波ONTP已经好了的 EZ活了 EZ在往正面赶 同时拿到一颗人头 Cramer是选择回程补给下自己的装备 因为他的钱是够出巨峰的 对赶紧往小龙附近去靠 还有20秒的时间 这一条水龙叫刷新了 本场龙魂也是一个水龙龙魂 巨峰加一个小魔靠 确实啊 两边的阵容相反的 蓝色方式只有一个AP英雄 红色方式只有一个AD英雄 怎么说啊 这个龙先是 蓝色方先站位了 蓝色方先站位了 感觉这波是要打的 Cramer这个装备补出来 应该是要做好接战的准备的 大招还差一点 嗯 还差一点点 呃 感觉没了 打得蛮快的 这个位置来不及了 老鼠没大确实是打不了 是 能够抢下周路的钉线吗 而且这种位置 如果说对面先站位的话 那你就存在一个问题 老鼠的阵容 哎 拉到西叶了 再跟镖这个羊 再过来撞起来 先被控死在塔下了 这一波 八条拿到了这个杀盗 老鼠开大 但是打不动这个奥恩啊 呃 我觉得这有点 就是确实这个站位 是有一点点太靠前了吧 而且交了个大人头 是 而且是给发条拿到的杀盗 这个很深啊 其实是第一时间 往那个很深的位置去靠的情况下 是想配合上官们 他的隐身一个 然后来打偷人的一个举动的 但那个位置吃到技能 确实有点太难受了 而且这段时间 伊瑞瑞亚很强啊 两件套摩提也进化了 老鼠这并不是一个打 直接打正面特别强了 他需要给老鼠找位置 因为红色方的奥恩加泰坦 他打不动 他一定要绕到后面去打 是 甚至可以打牵扯 对的 但你不能打这种all in 而且蓝色方存在的问题是 他没有一个前排 是可以让你泰坦直接勾的 对 所以刚才那个站位 可能就有点问题 有点冒进吧 确实是有一点点冒进 刚刚那一波 其实是一个 魔中路外塔的机会 对 接下来的话 等着卡牌金身吧 等卡牌金身 然后老鼠的话 也要补下自己的防御装 主要是我现在有点担心 这个奥恩啊 狗索踢到 看一下这个位置 Kramer是在往下路去靠的 只有一个海克斯 最后的攻击锁住了 这一波 同时跟上了这个闪现的位置 出来一个狗索命中之后 好弱啊 在这边 哎 闪一下 赛屏A 赛屏A A死了 但这波应该是不换了 漂亮 但最后还是吃到了 防御塔的伤害 算是个尝试吧 我觉得现在也只有 你能去跟奥恩 对吧 做一下battle 就还行吧 这不 不转 说实话真不转 真的不转 对 因为你杀个奥恩 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还不如多吃几波线 长长经验 我觉得还不如 你把这个下路线清理好 对 把下路线弄好 但确实 但没办法 已经发生了事了 还可以 是是是 现在双方将要争夺到的是 大龙附近的一个视野 因为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 22分钟 其实在这种野区的地形里面 是很有利于老鼠加上卡牌的一个发挥的 但一定要创造的一个条件 就是我要先抢中路和上路的兵线 我才能够去抢到视野 如果兵线都抢不过的话 其实想要找机会也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 而且一定要注意发条的位置 是的 老干爹这个阵容 发条一旦拉个好大 可能就又像 昨天我们看到那个情况一样 发条奥恩 对吧 就这个控制吃到死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是 你不能被他拉到两个人 就可能被他拉到两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是C位的话 这个阵容就很难打 真的很难打 现在的发育的话 已经到了 就我们前面提到的 EZ自己两件套 摸前叠出来 然后他跟老鼠的战斗力 其实他要 他的输出能力 或者输出环境要更好一些 是 而且现在其实说实话 有一点在于 其实发条伤害 并不算那种特别高的一个出装 对吧 他第二阵补了中亚 对吧 第二阵补中亚 然后摸了个鸡腿出来 但是奥恩已经到了 自己打装面的时间了 是 弹度已经起来了 所以又到了这个阵容相对论 就是打到这个时间 相当于给自己的队友 每人发1500块 1500块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奥恩的弹度体现出来 然后EZ的灵活性也体现出来了 但实际刚刚也说到一点 就 重新刚刚也说到一点 奥恩的这个出装 其实他的爆发是不够的 对 所以只要第一波 他们的大招交掉 没有能够先行秒掉了 老干爹最关键的CREMA 或者说是西叶 这两个点 其中的一个点的话 我觉得让老干爹 这个阵容去做拉扯 是非常有希望的 或者说我觉得就是 洛跟老鼠一定要同时出现 对吧 你这一定是要同时出现 你但凡洛开完之后 老鼠没伤害 就是没打伤害 那其实洛这波开团 就感觉是没有什么 太大意义的 我们其实可以把目光聚焦到 一分钟之后的团战 因为下一条小龙是 二期的听牌 是 蓝色毛肯定要接 对 老干爹这一波 如果说能够接赢的话 那这一局 就是他们想要的节奏 我装备出奇了之后 跟你接团 第一波很重要 你们看到水龙魂 有没有想到什么 我现在有点难受了 别 怎么就 我看到水龙魂的奥温有点难受 水龙魂的奥温 对 我是看到水龙魂的奥温有点难受 就太肉了 你知道吗 是 这个 父亲背心已经披在身上了 这把的 阿瑟确实很肥 他在团战当中 真的能够吸收很多很多的伤害 对 我觉得还好有一个 就是老鼠的那个加强 让他的伤害削减从40到了60 然后每一次的额外削减从20到了10 所以导致这个英雄 你可以有这种 透过奥温打后排的潜质在 对吧 是有这个潜质的 但是人家得站得比较近 对对对 那个输出角度就很难找 觉得像女枪的那个一键双 对对对 哎 看一下最关键的拼牌龙 小龙已经诞生了 但是龙坑父亲的视野 现在全部都是有红色方 全是红色方的眼位啊 骷马第一时间已经隐身过来 但做很多的针眼 这波不好接了吧 进来 黄晴已经进场了 还是最后通界锁住 发了这个大招拉 这波感觉可以赢啊 这波能够打过吗 呃 老鼠还在给伤害 闪现过来 还未必在带能控制 而依泽瑞尔这边是收掉了西叶 只剩下一个满水的 能秀吗 以及开启了精神的皮纳 这个奥文是没有伤害的 最后一个人打三个出发这名角度 但是 没有人在帮自己拉扯空间了 这波奎马只能逃了 有 秀不动 秀不动 呃 主要是西叶那个位置啊 跟依泽瑞尔做单挑 但是没能够打过 是不是依泽瑞尔在门壳里面给打死了 这波其实已经比较尽力了 而且发表大招拉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好 只是拉到狼心一个人 但为什么这一波 就像刚刚我几分钟之前说到那个问题 就是你要打赢这种野区的团战 一定有一个限制条件 就是我的兵线要先抢 打到现在没有抢到兵线 没有抢到兵线的情况下 他就导致现在这个局面 就是红色方可以牢牢地占据到小龙附近的视野 第一时间虽然是秒掉了后帝丢斗啊 但是 西叶的位置也很尴尬 而且问题是太脆了 就是 蓝泽瑞尔这个阵容 你看打到中间的时候 我们觉得老冠天其实还可以 对 但是打着打着 他的前排在里面融化的速度 不能够去支撑老鼠在旁边打伤害 是的 而且这波依泽瑞尔就在 因为是水龙地形嘛 龙的最里面那边 是有个草的 他卡了那个草把西也给杀了 来不及抽牌 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但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老冠天之后几分钟的 压力来说会非常的大 因为这个水龙龙魂 一旦让NN拿到的话 他们又是一个 处理不了 比较缺少爆发的英雄 爆发只有一个点可以去打 也就是Kramer这个点去打 而且这波 就是生态环境不是特别适合丹带 虽然已经选到了青钢影 我觉得有一个好消息 在于现在的Kramer的三点套 夏波龙团 他如果说真的要打这种决胜团 可以考虑买个表 这个可能是在老干爹 就是这个龙魂团里面 一个比较重要的胜负手了 是 下一波 但是像这个不会 他这个不会马上倒下 这个魔抗 他可能就觉得对方 就是 对方AP伤害多嘛 我先挂一个魔抗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是这样想 因为其实你出水银 到没有太大的 小魔刀呢 感觉想不到 你磨小一磨刀 收益还可以 小一磨刀其实还可以 而且也不贵这件装备 他这个 这个魔抗挂得很早嘛 对吧 现在情况是比较艰巨的 因为 虽然纸面上老干爹 可能经济上有点领先 但是这个领先 其实在当前的阵容上面 来显示的话 可能R7把那个领先 已经盖过去 而且他这个领先 我觉得起码有一千块 是卡牌那个被动 卡牌那个被动 一千吗 这么多吗 就大概吧 确实 就局面上来说 现在老干爹是有点烈的 其实可以简单概括一下 尤其说现在老干爹 领先到的经济 其实没有办法 辐射到我的边路 辐射到我野区的视野 也拿不到更多的中立资源 所以这个经济的领先 其实还蛮干的 是 而且他们这把 很重要的单带点狼行 其实发育不算特别优秀 两件套 对 他这个两件套 已经停滞蛮久了嘛 而且十一刚刚 其实有说到过一个点 就是说这场的生态 其实不是很适合去做单带 因为你越跟奥恩 拖在后面的话 发条其实也不用出 太高伤害的东西 他第三件补个发球棒 现在伤害一下就够了 你没有太硬的人 感觉现在要 把世界的目光聚焦于 KREMA这个2-0的老鼠了 下一波真的是要 找到非常好的位置 直接把后排给切掉 再去打前排才能打赢 然后现在单带线 奥恩 就感觉是那种 食物链顶端的人 没有天敌的现在 打不动 距离水龙沙 现在还有一个 一分半钟的时间 这一分半钟 其实老赶紧做的事情 还蛮稳妥的 一定要先把线给顶了 我觉得 我让西叶和狼行 去做一个编带 我们做一个一三一的分带 他们现在很想偷死一个人 是 但是偷死一个人 红色王不太给机会 狼行这边想来找一下 上路的二条 哎 被拉住了 但还好这标美中 是有勾索的 狼行身上有闪 这波应该不会死 但是 闪线交掉之后 其实还能等一段时间 给大招了 交闪 交勾索跑了 是 一技能cd已经刷新了 哦 但这波闪线打掉了 狼行下一波进场能力 会不会削弱很大 50秒的时间 得赶紧回家 得赶紧回家 回完家就出来 赶紧回家的 回完家就出来 能不能补块表啊 但现在好消息是在于 就是上中下的三路线 都是由老干爹 顶到了对方的二塔前 所以 在这一轮的视野争夺上 老干爹是有优势的 是的 这是三路兵线的处理 目前为止还蛮漂亮的 是 下一波的容错率 其实哎呀 还是红色方高 因为红色方多一块表 红色方有点有表了 对的 虽然刚才清晃也回去 补了一块 但是你红色方 他这里暴女也有一块 然后AD有一块 中单的话金身 而且这几个点位 除了八条 其实都是有位移的 他们都是很灵活的 老鼠被标中了 落过来赶紧绑一下 在这边暴女先死 尔卡牌自己的话 大招是已经开过了 那应该后续留不了人了 那这波小龙有机会了呀 但是Crayman的血量很残 看下这个河道训练线是没有能够抢到 老鼠这波不能走啊 老鼠这波真不能走 这个血量很低 龙是不想让的 看一下Pinut这个位置 是没有被红色帮的 是给发现到了 莫眼下来 这个位置没有红色帮的眼位 没有人看到Pinut 没有人能看到Pinut 有机会看一下 上来 发出大招 发出大招 最后没有沉到 是让这边 伊泽瑞尔拿到这个小龙 同时RemoC1 也是拿到自己的水龙魂 正面看一下狼行的大招海 可是最后痛连下来 在Longing的实际上是有一个秒表在的 黄牌下来是定住了 能够换掉吗 但自己同时也是交出了自己的闪现了 形状位置非常危险 最后一下屏面是 阿C收掉这个人头 正面Krema还在输出 但只剩下他最后一个人了 是Krema这波是能走 但是水龙魂是落入R7手中了 这波这个龙没有拿到太爽了 很艰巨啊 我感觉主要是这个三水龙水龙魂 昨天也是这个 画面吧 对吧 奥恩拿到三水龙水龙魂 确实 真的打不过 就是我之前说的 我看到这波水龙魂心里有点害怕 是 这奥恩拿到水龙魂之后 你的爆发一旦不够 那我这个奥恩可以在场上站很久很久 哦 这一波Krema虽然对标的 但是说实话Mark已经来得很及时了 化险为夷了这波当时 而且因为老鼠当时的状态 导致老格尼没有办法来正面去跟你逼这个 哇 发掉这个大招 拉得太好了 而且后续就是 他就是前排比你硬 直接卡着这个打 正面大龙 大龙也要掉 大龙没机会抢了 暴鱼已经拿掉了 是焦机闭过来边想留人的 但是Mark大招已经开过了 来了减速 但是想杀奥恩嘛 人已经都来了 大招定下来 但是自己被勾住了 Mark这边数数很高 但是都打在了奥恩的身上 再次一台又台上奥恩 有水龙魂 奥恩的血量掉得很慢很慢 根本打不动啊 即使有大穿甲了 但还是打不动 是 还在持续不断的回血 而且在大龙掉了之后 其实冰鲜的处理是更难去做的 现在就只能去想一手 老鼠现在5-0 他有700的赏金 如果说他真的 就靠着现在身上这4件装备 下一步能C的话 真的还有一步 我真的觉得 真的得偷个人再打 这真的是得 先蹲一个再打 打正面太难打了 现在 只要是Primer能够偷掉 Aloni的或者说是Israel 任何一个点 双C其中一个 对 任何一个点 都是有很多机会的 那Israel下几天应该要穿戈甲了 这个出段太稳健了 我觉得要不然就给狼行 做到一个绕后的一个视野 要上高地了 奥恩一个人顶在前面17级啊 还扛了两下防御塔的伤害 旁边 Lyda一直在疯狂地poke Israel在这个时间点里 是非常灵活的同时一个精神 弹度出来刮了一下 这一路感觉得让了 打不掉呀 没有任何牵手 能够比较稳妥的 把这个团队给开起来 是 Pinada在身后 想要找机会 但是自己的位置 已经被红色方的视野给看到了 中路破掉了之后 任何Simon非常的稳 直接往后面去拉了 这个是 我觉得现在真的 那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吧 因为现在R7他们的一个抱团 抱得也非常的紧密啊 不给你出现这种 就是偷单的一个机会 老鼠现在其实抱机够了 但是前排太硬这个问题 打到现在17级 能拔的装备都拔了 在家太坦 山尾石板甲也不太好打 而且Kramer能够摸到的 其实也就发条这一个点 因为伊泽瑞尔一定会不停地拉自己的位置 然后留住奥数月线 只要他奥数月线不交的话 真的很难去碰到这一个点 那八条奥朗尼的 他身上又是有一个大招在 对 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 也就是在于 这个阵容里面 老哥 你只有洛是能提供一手开团的 没有人可以再陪洛进去了 最多是一个狼行 但狼行进去可能就化了 现在就很尴尬的一个局面 就我刚刚提出来那个问题 就是说 等到狼行的TP赚好之后 要不要放到一个可以绕后的眼位 然后让Kramer隐身 然后再去做那种 我可以先偷一个人 然后再来发动团战 是对于现在这个时间点的 老哥你来说 最好的一个可实行的方法了 我说实话 现在这个时间点 蓝盾穿在身上的奥恩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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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进去 这真打不进去了 看到奥恩拿到水龙魂 然后蓝盾 反假不假鞋 一看就 感觉就很绝望 这个装备一做呀 但我觉得赌一手信仰吧 好吧 就是 洛 老鼠 中鹿 草丛 下一波应该是两边全技能的团战 就看这个全技能的团战 能不能真的创造一波奇迹 但是右边容错太高了 我也想说这个问题 容错率是真的不一样的 一个春歌 然后一个金身 一块表 然后辅助这个时尚鬼十满甲 奥恩又死不掉 就老哥你现在很难去选择 自己一手去集火的对象 老刑现在去上路带线 想打一个边线的拉扯 我觉得带线是一种选择吧 因为确实这个正面团 我是真的觉得不太好赢的 下路打掉了之后 应该也是准备回了 除了上路这条线 如果是真的能够带别的线 你只能等时候 Rimbose 7这边把兵线送进来之后 这边想找人吗 小刘瑞被流到了 卡牌有大招的 看见往哪里落落 直接看大想流 一刀瑞瑞这边一招不出来 可能要先倒 春歌已经被打掉了 这一波是要死的 这一波是一定会死的 卡牌在座位置挂虚 人头怎么说 这边想要把人头给Cramer 应该是要让人头 而且应该是要拖伊泽瑞尔复活的时间 是的 这样想卡下周围的资源 因为接下来远古巨龙只有40秒钟的时间要刷新了 他没让伊泽瑞尔慢点死 对 他现在复活还有30周秒的一个时间 这个感觉是老跟店的一波契机 这个远古龙很关键很关键 这个远古龙 Cramer隐身了 看一下这个位置是没有红色帮的一个睁眼的 而且这波有大招 这波Cramer是留着大招来打这波团的 老跟店这波想得非常清楚 卡牌金刚炎也过来了 这波蓝色帮的技能是齐的 但是拼他的血量好低了 暴女这一标太夸张了 那这个血量有点危险啊 被挤走了 而且中路有超级兵线 中路线也顶不过去 卡牌已经往上走了 上路的边塔血量很低 但是这个时间 卡牌大招 大招好像还差个四分之一吧 但他身上是有TP在的 但如果要打的话 他得先踢 不能够被开到 卡牌死了 Pina这个位置很危险 同时想利用这个远古巨龙 看一下摸眼出来 但是这个位置留不出来 身上这个 拖下几分时间被秒掉 卡牌死了 而且Pina的野岛 这个远古巨龙是没了 西叶只能去选择 把兵线带进去了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 怎么撑过这个远古龙 是的 而且这个大龙可能也守不了 因为会带着远古龙buff的R7 一定会跟你逼这个大龙团的 这一波从西叶第一时间 往上路走去处理上路的兵线 虽然它是有一个TP在的 但也说到一个点 就是正面在 我有一个队员在做边线处理的情况下 我正面不能够被开到 一旦被开到的话 即使我再TP下来 我也晚了 这个视野差太要命了 她看不到上面的发条 她 我觉得Kryma的想法其实没有错 我要去偷掉那个暴女 是我现在能获胜最大的关键点 但是发条就站在那个视野阴影里面 等着你过来 这个冲击波一拉 大龙也要活了 这波双龙会 还有一秒钟的时间 大龙就刷新了 那这样的话 Rainbow Seven是直接拿到自己的一个双龙会 同时身上还有一个雪龙龙魂 老干爹全员复活了 而且Etherail他买了个钢铁合计 就 远古龙 远古龙buff还有1分40秒 而且发条还出了个圣杯 我觉得这个时间很关键 就现在我觉得Rainbow Seven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硬拉容错率 我就把我的容错率抬到最高 不光是他装备提供给他容错率的一个加持 对 就两个中亚 然后Etherail的一个水银系带 还要看他的一个英雄属性 我们一直在说Etherail加上暴女 其实是很灵活的一个点位 然后奥文又很肉 现在两边阵容 你能不能够拖得过这个远古巨龙的buff时间 其实都是一个问题 而且正面其实Rainbow Seven 不会给到你去处理电线的机会 我直接5个人一起往你的高地去逼就可以了 是 就现在虽然说Kreema是神装了 但是这个双龙会的推进 感觉老干爹很难去做防守了 这一波是防不了的 因为想要开的话 对方毕竟有一个远古巨龙的buff啊 但是感觉只能打了呀 这不打感觉加可能要没了 已经在逼近这个门牙塔了 在等兵线 还好线被顶出去了 Rainbow Seven在等兵线 是 这一波Rainbow Seven 是想一鼓作气去拿下比赛的 他们勾到了 但勾到了是mark影响不会特别大 这个位置其实是想开的 看一下正面奥文叫羊来了 二个羊直接撞起来Kreema 第一时间正面的卡牌已经先前被打出了一个闪见 迪克门牙已经倒了 门牙塔已经倒了 但是毕竟要被秒了 洛杰波想开 Kreema再往前走 但洛杰波也很低 他就扔了 又给喷死了 双杀 Rainbow雪梁已经被秒掉了 那西叶也没办法 装作王者才给亲身之后 那这一把我们是要恭喜Rainbow Seven 拿下了自己的首胜了 恭喜Rainbow Seven 在0-2的情况之下是拿到了首胜 而老干爹的话 目前吃到了自己的第二个败仇 二连败了 而且说实话 接下来的赛程也不轻松 是的 对 对 我们下山的数字 有点有话 对 她 我们下山的数字 对